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待遇有什么区别 有的人说公民可以投票 那永久居民不行 这个是选举权上的区别 那这个回答其实只答对了一半 那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视频里面提到过 移民法第36条规定 有严重的刑事犯罪记录的人 是不允许入境加拿大的 那这条呢 其实同样适用于在加拿大境内的永久居民 包括公签学签的持有人 那如果这些已经持有枫叶卡 已经成功移民的人 在加拿大境内 他那个犯了严重的刑事犯罪 将会被面临遣返 那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过 移民法第36条规定 有严重刑事犯罪记录的人 是不准入境加拿大的 那这一条呢 其实同样适用于加拿大境内的永久居民 如果这些已经成功移民的人 在加拿大境内 因为严重的刑事犯罪被定罪了 那么呢 他们将面临的是遣返 那有那有的人说这个咱们可是良民啊 这个严重刑事犯罪这个事 跟咱没什么关系 那其实不见得 比如说如果你知道这个醉酒驾车 虐待动物 家庭暴力 甚至打911 报假警这种事情 都在加拿大都被列入到 严重刑事犯罪的这个范畴之内 那么这个事情啊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已经在加拿大扎针落地的永久居民 如果因为醉酒驾车 或者其他的一些罪名被遣返原疾的话呢 他面临的不仅仅是生活的中断 那甚至很有可能妻离子散 人生的轨迹将被彻底改变 那遇到这种情况 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那我们就来讲今天的这个故事 那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 她叫Olivia 她是一个26岁的小姑娘 我们呢就简称为她叫Olivia 我们就叫她英文名字 然后呢 她的故事是这样的 这个Olivia 她是6岁的时候 随着母亲从亚买加 就是中美洲国家亚买加 移民到加拿大 并且呢 她是在1984年的5月4号的时候 正式登陆的 然后呢 她获得了永久居民的身份 那这个 我们就叫Olivia 她在加拿大呢 生活了也差不多快将近20年了吧 但是呢 她未婚先孕 她在加拿大先后生了四个孩子 然后呢 其中有三个男孩 一个女孩 最大的十岁 最小的三岁 那可以推算出啊 加拿大 这个Olivia 在加拿大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 才不满16岁 那她的这个四个孩子 因为都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所以呢 都是加拿大公民 那她这个 这个Olivia 她自己她仍旧持有枫叶卡 她还没有入籍 但是呢 她的孩子们呢 都是加拿大公民 在2002年的8月9号 我们的这个Olivia 她因为走私毒品 她走私了科卡因 因为走私毒品的罪名啊 被法院定罪判刑了 然后因为在判刑的时候呢 当时她是怀孕的 她是当时正怀着她第四个孩子 所以呢 她只被处以了15个月的监禁 并且呢 她还是在监外执行的 就是她没有被真正的关进去 那这个事情并没有 因为这样结束 15个月的刑期结束以后啊 因为她是犯了这个走私毒品的罪名 所以呢 她属于一个严重的刑事犯罪 那移民局根据移民法的第36条的规定呢 在2005年的3月7号 向她下达了遣返令 给她下了一个这个removal order 要求她限期之内离开加拿大 并且呢 剥夺了她的这个永久居民的身份 那可能是出于隐私保护的目的啊 在这个移民局和法院公开的文档里面 并没有涉及到这个Olivia 她太多的个人的经历或者背景 因此其实我也无法知道 我们这个讲的这个Olivia 她到底是一个凶神扼杀的毒贩 她还是只不过是一个 误入歧途的这个年轻母亲 我们无法知道她太多的个人信息 那因为这个Olivia 她在她六岁来加拿大 她在加拿大已经待了二十多年了 她对自己的故乡 雅买加完全是彻底是陌生 她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回事 那如果她被遣返回雅买加的话 她面临的不仅仅是生计问题 而且呢 被迫要跟她四个加拿大的 这个公民的孩子分开 所以啊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 这个我们到Olivia呢 向加拿大的移民局 专门上次我讲过的 这个负责上诉的 这个移民难民委员会 也成为移民法庭 提出了这个Apple 提出了上诉申请 希望呢 不要把她这个遣送 回到自己的原籍 那在讲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需要讲一个法则 叫做Ribic法则 什么叫Ribic法则呢 就是我们常说嘛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对吧 法律的条文是非黑即白的 你干了什么事 判多少年 你触犯了移民法第36条 你就被遣送 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文呢 是非常逻辑的 非常非常清楚的 可是实际上呢 现实世界是错综复杂的 移民法呢 它虽然明文规定了 永久居民 你犯罪了以后呢 要面临遣返 但实际的案例里面 特别是对一些 已经在加拿大生活 很久的永久居民 你不管他是贩毒也好 还是说不小心醉酒驾车也好 把这些人遣返回原籍 往往会造成这样 或者那样的困境 甚至会可能产生一些 人道主义上的问题 那比如说 由于历史变迁 我们这个当事人呢 他可能他的原籍的国家 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吧 他这个国家由于打仗 或者由于其他的政治历史原因 他的国家已经没了 那你让他往哪去遣返呢 对吧 那另外呢 可能是由于 他这个国家 目前正在处于战乱 或者说 遇到一些人道主义的危机 你把他给送回去 那你不是让他去送死吗 所以还有一些 比如说对于一些申请 政治避难的一些政治难民 你把他给遣返回原籍 比如说有的人 好不容易从北朝鲜逃出来了 你把他给遣返回北朝鲜 那搞不好 这个会被炮绝的 对吧 所以这会有 这种情况会涉及到 各种各样的 因为遣返 可能给当事人的家庭 工作健康 甚至生命带来 巨大的不确定性 和各种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说 其实移民法的这个法律 在加拿大 他移民法的立法的 触发点和思路 他跟刑法不一样 刑法就是你犯罪了 那么就是你处罚 你犯什么罪 你怎么处罚 移民法 它其实是关于一部 人的法律 它不仅要保证 这个国家的尊严 和完整性移民法的严肃性 同时呢 还需要保障人权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 那加拿大的这个立法机构 他就他需要也在立法的时候 也充分考虑 我把这个人给遣返回去 可能带来的一些困难处境 那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好几次提到了 移民法里面有这个人道同情 和儿童利益的条款 我把它称之为 加拿大移民法里的瑰宝 那在一些两难的遣返案例里面去 你违法了 确实该遣返 可是你送回去 那这个人就是死路一条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条款 这些法律里面的条款 发挥了巨大的这个作用 那移民法第61条 第一款规定 只有存在充分的人道同情因素 和儿童利益的考虑的时候 针对犯罪记录的永久居民 做出的遣返令 有可能会被驳回 或者说搁置 那什么叫做人道同情 什么叫做儿童利益 这两个定义 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那么实际的案例 每个案子又不一样 那如何具体的把握 它这个尺度 我说你遣返之后 可能会出事 可能会对家庭 对生病产生威胁 那到底威胁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不遣返 才可以取消你的遣返 才可以搁置你的遣返 这个事的把握尺度 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在加拿大的法律 它属于英美法系 所以它的法律 不仅仅是法典上的 这个第68条第一款 这么一两句话的规定 它还要包括很多历史上 众多的判例 那这些判例 同样具备法律的效率 在很多情况下 这个判例 这个法官做出的判决 就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 补充和完善 那移民法第68条第一款 说了人道主义和儿童利益 那什么是人道主义 什么是儿童利益 尺度怎么样 根据历史上累积的 法官的判例 来具体来完善 和解释这个条款 那加拿大的移民法 它就像是 那个九阴真经的上卷 这个移民法里面 是很笼统的 很抽象的 它只写了 天之道损有余儿 补不足这样的大道理 但是呢 没有针对具体的人道同情 和儿童利益 做出尺度层面的定义 而法院的判例呢 特别是最高法院 做出的判例 它就像是 我们讲的这个武打书里面 九阴真经的下卷 它给出了明确的 这个套路 明确的尺度 对法典中 模糊不清的概念 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那对于移民法 第68条 加拿大的最高法院 有好多的判例 其中有的最重要的判例呢 名字叫做 Rebek判例 叫做Rebek原则 那它这个判例呢 明确指出 在处理遣返令的 上诉案件的时候 当人们被遣返 然后呢 跑去求情上诉的时候 具体的考虑因素呢 有下面这几项 第一项 导致驱逐出境的罪行的 严重程度 和这个人 改过自新的可能性 你到底犯的是杀人罪 还是说你犯的是罪酒驾车 这个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到底是惯犯 还是说不小心触犯了法律 这个改过自新的可能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人呢 这个出事的这个人 在加拿大居留的时间长短 以及在加拿大建立的 根基的程度 我这里这个根基这两个词啊 反复出现 当你是申请短期访客签证的时候 加拿大看的是你在国外的根基 你从中国申请着旅游签 学签工签来加拿大 加拿大是希望你这些人 完事之后赶紧回国的 那么他看的是 你在国外有什么根基 当你成为永久居民之后 在把你赶走之前 需要考虑你在加拿大有什么根基 所以这个根基这个词 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三点需要考虑的是 在加拿大这个人是否拥有家庭 如果被驱逐出境 他是否就流离失所 是否就无家可归了 然后呢 这个当事人是否在家庭内部 和所在的社区都得到了支持 这个邻里街坊 这个前后左右的这个邻居 都说这人其实挺好的 只不过不小心那天喝醉酒了 或者是不小心这个 一时这个糊涂 等等等等的 所以他还要考虑 这个人在家庭和社区里面 是否得到认可和支持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 在可能被遣返的国家 所面临的一些困境的程度 加拿大的法律里面有几条 我记得是明确规定 有那么几个国家 像什么索马里之类的 有几个叙利亚 我具体忘记名字了 有几个国家是明确 不对他进行遣返的 怕这个国家的人 在加拿大犯罪了 也不把他遣返到 他自己的国家里面去 因为那些国家 正好处在战乱 或者说可能存在 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那即使他犯罪了 也不能把他送回去 让他去送死 所以这是有些具体的 法律的规定 那从法定程序的角度来说 永久居民一旦 收到移民局 或者CBSA发出的遣返令 可以在30天之内 向移民法庭做出上诉 然后由上诉的移民法庭 来裁决到底该不该去遣返他 所以他的上诉时间 记住只有30天时间 当你在境内 收到遣返令的时候 你只有30天的时间去提交上诉 那上诉以后会怎么样呢 上诉之后的结果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 你上诉的这个法庭就驳回了 说你这种情况确实需要遣返的 你赶紧去收入行李 你从哪来去哪 从哪来回哪去吧 第二种呢 你上诉成功了 你的这个遣返令被取消 你可以继续以永久居民的身份 待在加拿大 以后就老老实实 别再犯事了 第三种 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这个移民法庭啊 会把你的上诉搁置 就是叫做stay 就是把你现在 比如说你一个月以后需要被遣返 他把这个遣返令延长到两年以后 在这两年里面 如果你没有再继续犯罪 继续犯事的话 两年以后 你的这个遣返令就取消了 所以他有点像做缓刑一样的概念 就是他有一个特定的条件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这个主人公啊 这个Olivia 他的上诉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在Olivia提出上诉以后啊 这个移民法庭在一年以后开庭审理了他这个案子 那记住啊 他只要提出上诉 他的这个遣返令就被暂时搁置了 就不可以把它强制遣返 直到法庭做出结果之后 才可以继续决定是遣返还是不遣返 所以他可以再继续 他提了上诉以后 可以继续在加拿大待至少一年 那这个上诉过程其实不复杂 我们先说结果 这个Olivia的遣返令被暂缓两年执行 这两年里面如果他没有犯新的犯罪犯罪的行为 没有被再被警察抓或者说再出什么事 两年以后他的遣返令就会被取消 那要说加拿大的这个移民法官啊 他其实还是很负责的 针对这个Olivia其实是个毒贩嘛 但是呢 他在法官在写的这个判决文件里面啊 他非常详细的记录了这个整个的事情的经过 然后呢又把我刚才讲的这个Ribach判例和这个原则 逐一的列出来 然后呢他法官针对这个Olivia的实际情况呢 列出来了12条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需要考虑和分析的事实 我们选几个来仔细讲讲看 这法官到底是怎么做出具体的决定的 针对Olivia的有利的因素有哪些呢 第一他虽然是个毒贩 但是呢他这个贩毒呢 他是初犯他第一次犯罪 然后呢他当初的那个案件呢 距离移民法庭开庭的已经过去了六年了 在这六年之内呢 他没有犯任何其他的犯罪记录 所以他只是可能 很有可能只是一时糊涂 然后呢他过去的六年 过去的六年里面并没有吸毒 训酒或者其他的不良记录 也没有任何的新的犯罪记录 所以呢其实可以认为呢 法官这个时候就已经认为 他是只是一时糊涂 并不是一个非常恶劣的 屡教不改的一个惯犯 然后呢Olivia在加拿大 已经居住了超过20年的时间 他的整个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根基 全都在加拿大 并且非常关键的是 他有四个年幼的孩子 都是在加拿大出生 都是加拿大公民 而且呢其中有一个孩子呢 他身体不太好 还患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需要家人以及母亲的照顾 这个是一个法官同情Olivia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对他不利的因素有哪些呢 第一他的这个贩毒 他犯的不是大麻 大麻在加拿大是合法的 他犯的是可卡因 那这个是个重罪 是个非常严重的罪行 然后呢他在加拿大呢 待了20多年 但是他长期以来呢 都是依靠政府的救济 在加拿大呢 缺乏一个稳定的工作 这是对他来说非常不利的因素 但是呢 法官在考虑情况的时候呢 就是他是一个天平 哪些有利 哪些不利 需要权衡利弊嘛 所以经过综合考虑呢 这个法官做出了一个 暂缓遣返令的这样的决定 那我前面讲的这个Ribbit法则 其实这个法则 它是加拿大最高法院的 一个非常著名的判例 那这个判例在一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解释和这个说明了 移民法第68条 到底该怎么样处置的一个尺度 同时呢 其实它也体现出来 加拿大移民法 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呢 以人为本 当柔并济的原则 该处罚处罚 该这个照顾照顾 该这个同情同情 有很多具体的 这个实际操作的原则 好 在下一期的视频里面呢 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 那移民法规定 黑帮成员 是不允许入境加拿大的 你只要参与这个黑帮 只要是有组织犯罪的 你这辈子都不允许入境加拿大 那么下面这个故事呢 我讲的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香港巨星 那根据法庭的记录啊 这个香港 非常有名的这个影视明星啊 他想移民加拿大 然后呢 跟加拿大的移民局 打了整整十年的官司 那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在下一个视频里面呢 我会来跟大家分享 乡长巨星的这个移民之路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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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